Lake Forest Lake Forest Lake Forest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又来帮我的VIP客人 看一个Lake Forest 还没有上市的房子 这一套房子 我们现在正在staging 正在帮他化妆准备中 马上就要拍照上市了 那我带我的客人 抢先过来看房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花园其实都已经做得 非常干净整齐了 简直就是拎包入住的要质 然后我们进来看看 房子里面是长什么样吧 一进门的这个 跳高屋顶非常非常好 感觉很宽敞 然后进门这边 有一个给客人用的半个厕所 以及一间比较小的 一房一玉 我觉得有点像客房 或者是办公桌更合适吧 如果有像CPA 保险经纪人或地产人的话 这个空间倒是可以拿来 会客的空间 这里又有一个很高挑的屋顶 我很喜欢这个进门的气场 鸟儿带泥叫 左边的这个客厅和家庭空间 给的非常非常宽敞 然后这里有是山开 山上可以完全打开的 双层玻璃非常厚重的Anderson 这种玻璃门每一片 每一片玻璃就要一万两千块钱 所以这里有六片 大概七万两千块钱 的价值 光是这几片玻璃 然后我们出来以后 这个地板全部都已经铺好了 这个瓷砖台面 以及这个木纹的瓷砖地板 不怕晒也不怕雨林 打理得非常好 那这个风景 自己enjoy一下 你看这个玻璃的围墙 都已经帮我们做好了 这个可以防止蛇啊 兔子啊 小动物之类的 爬进我们的这个家园 那这里的甲草 人工草坪都已经铺好了 所以也不用担心 请园丁或者维护水费的问题 这个都已经铺好了 自动撒水系统 这一个很好打理的房子 那那边的椅子 水泥椅子 还有built in barbecue 都已经做好了 两个分体式空调 可以分别吹楼上和楼下的空间 分开制冷 节能整电 那这里是我们的厨房 有六个炉头 以及一块铁板烧的空间 非常非常的专业 我很喜欢这个空间 然后这里是我们洗碗机和洗手台 超级大的冰箱 可以放一个嵌入式的 然后这里两个烤箱 在感恩节或圣诞节的时候 开party 不用担心烤箱不够用 这是我们的洗衣房 可以放洗衣机烘干机 还有左边这里 可以放我们的多余的布啊 毛巾被子枕头的这些杂物 右边我们可以放这个厨房 多余的用品 或者是咖啡机 脚面机等等的 做一个备用厨房空间 OK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双车库 加宽加深的这个车库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 即时热水器 它其实并不是很即时 但是它有无穷无尽的热水 不像以前那种一桶一桶的 当水放完 一锅洗澡水以后 后面的就变成凉水了 它是无穷无尽的这个热水 接下来我带大家上去看一看 这下面的植物柜非常的深 可以放下一个东西 所以每一套我们公司代理下来的房子 我们都会花一点时间 像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房子已经被专业的清洗过了 清洗 然后并且把它装粉上市 也就是放一些床家具壁画 做一些软装修 让过来看房子的客人 可以想象他们未来 在这里住的时候 该怎么样摆设 那当然这个也 这一个做法也能够 让卖的房子稍微增值多一些 所以如果您有一些房子 想要卖出最高的价钱 赶紧联络我们汤增 我可以帮助你卖出最好的价钱 OK 这个是我们的主卧 它的阳台也是一样用Anderson的 双层玻璃 可以做全开面 这里 这是我们的厕所 左右各有一个卫浴 非常好的空 利用空间方式 这里是一个厕所马桶 然后走入是一处非常的宽敞 分开的这个淋浴以及泡澡的空间 当我们出来以后这个二楼的客厅 可以给我们看电影看电视或者是拿来打游戏都很方便 也有人把它用健身房 这里左右有两间套房 我很喜欢它这个每一个房间都有它自己的卫浴 而且每一个房间不管是主卧或者是副卧都有两个窗户至少有两个采光的点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看房子的时间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 但是依然还是有自然的光线 好上面是一房两房三房 现在我们看上面的第四房 这个房间比较分开 有它自己一点的隐私 但是也是一个套间 也是有两个采光点的窗户 这个是一个Tool Brothers非常经典的设计 那现在价值两百多万 对了顺道一提 我平时不是每一次都会帮我的客人录下来这些视频 还有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些未上市的房源 通常我们只做给 已经预先申请好贷款 并且资金都已经准备好 要准备写offer的这些客人 那他们当然也会跟我们先签一个独家代理合约 确保说他们是愿意跟我们来独家合作的 那我们才会带他看这些未上市的房源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我们的独家合作买家 VIP客户的话 赶紧与我们联系 那以后不管是你想要看在Ontario的 Lake Forest Orlander 还是其他城市的 我都可以带你去看我们公司 在这种各个地区 未上市的特别的房源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希望这部影片会对你有所帮助 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分享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任何关于南加州地产的具体问题 欢迎加我 下次见咯 拜拜